女士您好 我们现在为您提供午餐 国泰航空去年8月首次到大陆举行招聘会 受到超过2000份的履历 最终聘用了100多人 新入职的空服员薪资在6万8到8万台币之间 在2025年我们从内地交聘的空城可以到1500左右 我对我们从内地交聘的空城的表现非常满意 他们在培训的期间特别的认真 我相信到时候内地应该是第二大的空城的来源地 国泰航空大规模招聘大陆的空服员 起因于去年5月 三位国泰空服员在备餐区 校大陆的旅客不会说英文就不配拥有毛毯 事件引发中港之间的矛盾在起 因此国泰航空在倡导尊重文化多元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国泰航空表示 不会要求大陆的空服员学习广东话 但是会奖励使用多一种亚洲语言的空服员 借此让乘客得到更好的服务 TVBS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